他就能变成美国人了 生活也无忧吧 他就写字写字 他英文也迅速提高 原来他英文就还可以吧 也基础算比较好 跟这丈夫跟这美国外交官 结婚以后 那英文迅速提高啊 这个用英文写作 哎呀就爱听我们家张玲宇说话 跟张玲宇聊天 跟着北京人聊天就是痛快 哎那个张玲宇我刚听 我刚才接电话 你说这个你说什么 你说的那个是 就是那个谁的老公吧 就是美国的那个是吧 就是找谈话 就是那个叫什么 你看刚说了我就忘了 这个方法这原作啊 颜歌玲颜歌玲 他那个哎呦我可喜欢这颜歌玲了 对他爸爸是他们家 你看我有点忘了 他们家他爸原来也是爱整的 他好多就是女兵兵经历 都是他亲身的 就是他亲身就是颜歌玲 跳舞跳的美着呢 你知道吧 然后呢就是你刚才提到 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宋怀贵 当时北京人哎呀 这宋怀贵都有去世了十几年了吧 就真的 这个宋怀贵我觉得就是 他这个宋怀贵真的 那时候就在这圈子里都叫他 马丹姆宋 你看当时那个北京的那个 就是皮尔卡丹集团 他是皮尔卡丹的朋友 也是就是好朋友 当时因为北京的时尚业 全得益于这个宋怀贵 那时候那个马克西姆餐厅 那个是只不过是一个窗口 而且北京的摇滚 今天我们不是聊摇滚吗 我跟你说也跟宋怀贵 也跟马丹姆宋是有关系的哦 真的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时尚 那时候就是说 这个宋怀贵去世了以后 就等于是中国的这种时尚业 这一个时代就结束了 那个时代就是宋怀贵时代 你知道吧 当时中国的那些模特儿啊 就好多模特儿都跟他有关系 而且就是他不是有个女儿吗 叫宋小红 宋小红最早是跟 也提起单反了是吧 这看来你是 就专业啊 这玩意儿都不懂是吧 来你说说 看看你 我看看你单反到底 懂多少 跟崔健谈恋爱的 那个宋小红吧 身体有点残疾 也有点点脚走路 你知道吧 就现在宋小红也在北京呢 好像做了个艺术中心 绘画什么关系 当时吧 为什么要跑皮说的这个 当时这个叫 这个宋怀贵 就是中央美院的学生 他呢 你要说这个跨国婚姻 是宋怀贵是第一人 当时他 他的那个男朋友 也是他美院的 中央美院的留学生 叫万万吧 好像是 你想是哪啊 是波兰 是捷克 匈牙利啊 还是反正就是 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因为你看当时五十年代 只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人 不是才跟咱们这有这种互相的留学生 什么的 社会主义啊 互相封闭 西方人家不跟你玩 他说的那个是保加利亚的啊 就是社会主义组成了一个自己的小世界 以苏联为老大 中国为老二啊 这个东德 波兰 捷克 当时的捷克 实际上是捷克斯罗伐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后来跟罗马尼亚 也这个关系冷淡了 苏联 南斯拉夫 后来跟的苏联也翻脸了 阿尔巴尼亚跟苏联也翻脸了 还有蒙古 朝鲜 这个越南 老窝 古巴 也就这些啊 说白了 都是一些烂国家 流氓国家 臭流氓 哎 毛毛姐 这咱就对上茬了 您刚才说这个王中军开的这广告公司 我去过 那个是90年代 91年 或者92年 哎 我说我那同学就在那公司已经上班了 就在那个王府井 北口 就是哪个胡同啊 是希拉胡同 是哪个胡同 边啥 就是那么一个房子 就是按今天说就是一个违章建筑 他在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什么房子 七的拐弯 黑的巴唧 反正得上二楼 把那个楼梯特别抖 反正那房子又很简陋很简陋 就是那种接出来的吧 反正不是那种正规的房子 哎 就是90年代初 那可能就是他们那个广告公司啊 当时我不知道是王中军 王中美 但是我同学啊 说是一个广告公司 那应该就是那公司 资本主义的没有 是吧 就是这个宋怀贵 当时他跟这个万万 哦 是叫万万 那个谈恋爱 然后当时吧 又可 那个影响可大了 这个当时是 谁批的 当时是一尊 什么批的吧 是周恩来批 周公公批的 这个我有点记不住了 他这是第一 第一个涉外婚姻 后来他们 他跟这个 因为这个宋怀贵 他本身就是学美术 学油画的 然后他们又去法国学的画 他认识 在法国认识 那个皮尔卡丹 然后就是 第一波 就是等于 没完全改开呢 他到北京来 我觉得 哎呦真的 真的一个 怎么 我都 我都 不会形容 宋怀贵 那个人 反正就这么说吧 就是那个人 这个Madame Song 就是他 比如说 明白 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 这也不用去百度找 你就说说 你怎么理解的 对这个单反 这个什么 快门优先 光学优先 如果他跟一七个人的人堆里 你头一个 你肯定会发现他 就是周围身上都带着光的那种人 当然现在 就是现在的标准不一样 我指的是 我指的是八十年代 你想那个时候 中国是什么样子 是吧 就是说 你不说别的 内在 你就外在 都是什么 蓝军装 不是 蓝衣服 绿衣服的时代 就是来 就是等于中国的时尚 是由 从Madame Song 开始 哎 我说的都有点激动 真的 这个 屯伟啊 我五岁就进暗房 我家里有暗房 我五岁就会用放大机 你他妈还跟我什么光圈优先 优先你妈逼啊 这就是那个奸细啊 这是出卖了好多人的奸细 给大家再听听他的声音啊 屯伟啊 我五岁就进暗房 我家里有暗房 我五岁就会用放大机 你他妈还跟我什么光圈优先 优先你妈逼啊 奸细 特务 这都个胆反 这都不知道姓啥了 胆反 想起的吗 006年 007年 现在都不玩的 生锈冷那的东西 屯伟啊 你太可怜了 你一听别儿啊 吹别儿的爹啊 你也觉得很光荣啊 你跟着光荣了 你觉得你爹也行 是吧 那他们不晒你晒 傻逼 就说那种东西 就说那种东西 我来自相关 你来自从什么东西 感谢观看